骑着自己的机车担任运送突袭队 在靖云山的泥土路上来回冲刺 大陆网友为他们齐声加油 许多驾驶摩托车的车友 自发组成摩托车队 他们一路向着山火急驰 不断运送着救援人员和物资上山 人们称他们为摩托骑士 60年来最强热浪横扫大陆多地 重庆靖云山大片山火更是吸引关注 延烧超过46小时救火救灾人员不断投入 现在每天是调度了1600余人和200余台机具设备 空地结合参与救火和村民的撤离疏散工作 山火爆发点无路可通 只有些山路小径 除了靠着步行登山前来救火的消防人员和支援的武警 在当地政府的号召下 集结了数百名18到40岁的热血青年 自愿骑着摩托车来回穿梭危险的山火现场 为消防救灾人员提供物资后勤支援 形成一股数个月以来最激情的正能量 从新生凶的去 都花哭过来 从来几个清楚因为不经历的拉 不经历的凶人 这个几个开清楚 反正直接从凌晨时间到现在 呃 纠点多钟了 民间摩托车大军带着一股捍卫家园的任性 奔赴火场 截至25号重庆北被三处火势旺盛区域 两处已经扑灭 在大陆严格疫情风控措施下 无名英雄可说是功不可没 记者趁你先报道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、baby、儿童、孕妇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 让小朋友再来尽消 换